记者詹世洪云林报道,麦寮乡长许忠富与乡代会主席蔡长坤今天前往麦寮拱范工,在百位乡亲陪同见证之下向田上圣母历史,希望能为此次乡长选举风波化休止符。 立委苏志芬表示,虚中复与蔡长坤请义之旅及请罪之行都加快脚步再做,今天算是个总结,麦寮这个事件就这个底定,大家朝共同的目标迈进。 苏志芬表示,这个宣誓找了百大乡亲,每个都是地方的头人,都长期关心地方发展,也都很有影响力,因为麦寮这个事件地方还是有很多的疑虑,希望透过宣誓这个行动,让大家能放心,以后蔡长坤如果能顺利进入公所,一定会延续许中复的脚步,人事也不会变动,希望能对相亲做很好的交代。 苏志芬强调,就是知道地方的反弹是什么,才会安排这样一个宣誓的仪式,其实麦寮香没有那么复杂,也尊重废票联盟的主张,现在是个民主时代,大家都非常自由,每个人都有他对事情的诠释及看法,这个事情走到今天,该处理的也要处理,该赔罪的也要赔罪,该解释的也要解释, 但麦寮事件至今已三个礼拜,互相之间的请义之旅及请罪之行,须中复与蔡长坤都加快脚步再做。